支持柯文哲到院长 立法院长支持谁 柯文哲假装没听见 毕竟可是来参加民众党尾牙 除了太太陈佩琪 副手吴欣盈 准立委黄珊珊 新竹市长高宏安 也特地来露脸 不知党公职齐聚一堂 网红馆长爱丽莎莎 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也低调出席致议 大选失利民众党内 营造大团结气氛 不过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梓佳却断言 柯山会在520前翻脸 因为成为立委的黄山山 会抢走柯文哲锋芒 总裁吴梓佳说 你毕竟跟柯文哲吵架 他讲的话你也听 对吴梓佳的预言不以为然 岁末年中除了民众党办尾牙 国民党也计划2月5号 在中央党部办外汇 宴请党工 但年终奖金有没有可能恢复 恐怕才是党工 最关心的事 你没有年终吗 我们人就非常的期待 谢谢大家 要谈话主持吗 我等一下去他办公室讲了 这是配方 开玩笑的啦 谈闹前就伤感情 毕竟今年大选 国民党再度吞败 尽管成为国会最大党 但政党票不如预期 补助款下滑 最大在野党同样年关难过 三立新闻 黄欣晓 让我们聚会